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几乎都是以一个创作歌手的一个主题看到 或是有时候是包含他们幕后的一些半唱工作 所以也是累积很多实战经验 你觉得在参加这个电视台的歌唱比赛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准备你的演出内容呢 因为这个好难哦 就是沉迷瞬间的东西要花很多心思 其实我自己我反而是觉得因为我太会紧张了 我站上台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耶 你在台上我觉得很自然啦 而且就是那个Ruff老舌的时候那种帅 我其实手都在抖你知道吗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上次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我都是用我自己写的歌 因为我很喜欢写歌 我连去比赛的歌 一般比赛都是唱翻唱吧 可是我自己就觉得不行 我就是不想 因为我觉得唱别的歌 我自己当时没有那个没有感觉 就自己写歌 所以说唱自己的歌就很有自信 因为我觉得那是我最好的东西 当下最好的东西 然后我上去就把它尽力的展现 就不是管输赢 我只想跟人家说 我写这首歌我想让你听听看 就希望可以在电视下面来分享 自己的一些创作歌曲 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想要给一些 例如说现在的同学 可能像我们节目有很多国高中生 他们如果也有兴趣想要参加 现在现在他们在聊的是生灵之王 那你会觉得如果他们也有兴趣想要参加 类似这种电视选秀的话 你一个前辈的身份 有没有想要给他们一些建议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然后你上去的时候真的不要有得失心输赢 因为我其实也当过一些评审 但是我就是觉得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唱不好 但其实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把你自己表现给别人看 然后你也不是在跟别人比赛 把自己展现最好就好 这个评审其实你都不用很care 就不要看他们 表演都不要看他们就对了 真的你就focus在自己的世界 然后大家就会被你带到你的世界 对不对 不要太紧张 可能在表演中如果对到评审的脸 应该会让自己分心吧 真的 你有这样的经验过吗 我一开始都是闭着眼睛 就叫做sibin 看他们实面 可是因为我自己当过评审 所以我知道小师一定也知道 其实我们有时候那个评审sibin 他不是因为他觉得你唱得不好听 他严肃啦 对他还在试着了解你 对因为你可能他可能只有30秒一分钟认识你 所以他其实不是sibin 他是要了解你 然后当你知道这个心态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的表情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好好表现自己就好了 对搞不好他虽然看起来都没笑 但他心里面暂态 对真的 这个年轻人黄玉晓怎么那么厉害 对对对对 反正不要被一些外在的东西去影响自己的表演 这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没有错没有错 对啊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 算是一个主曲对不对 对那是我当时去参加综艺大人们的时候 然后他们的主题就是什么串烧网啊 然后当时因为我在网上做了很多的把歌这个match up的作品 是是是厉害的cover 对然后我们就拿一首在三分钟之内把20首当时最新最红的歌曲全部混在一起 哦就是现在要播给大家听的这首歌吗 哦就是大热门串销 那当时你在节目里面看到献哥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会有机会跟他互动吗 有可是你知道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明星 我在家里看到了 然后第一次站上去 他站在我旁边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是真的太紧张了 会觉得这个电视的人在眼前 对啊我想说真的假的 然后当下完全不敢讲话 因为他们不是有一整排的主持群吗 然后大家都很会聊天 然后有些选手很会插话 我就真的不会 对啊当时就很紧张 所以感觉在这个表达的方面好像没有做得很好啊 不会你都用音乐来表演 要大家影响深刻就好了 就是做音乐 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大热门串销来自黄玉销 先来听歌哦 Zither Harp 我用背叛自己 完成你的期盼 这样太危险 我飞太远 对你做鬼脸 我们飞太远 从上运动 我摔到分手 安全感不够 你选择向前走 原来你是高手 丢失无伤 丢失无伤 无伤 无伤 哈 哈 Let's ride Go 那盘做爱的咖啡 我收一杯平常的美 留下唇蝇的醉 她是个年轻人 所以有很多梦想 她是个发明家 在等待她的梦工厂 她不是英雄 她需要朋友碰撞 她想要挖到宝藏 我没想到 没有你我能疯狂到 山崩海上 没有你根本不想逃 这让梦为努力浇了水 爱在背后往前推 只要让我在你身边 都陪你渡过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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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de it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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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ade it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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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ade it Everything is only something brand new 我把Gunna slide Gunna slide 我地址店里没有放弃 因为唯一锁定你 我从不写空白的日记 日记里全是你 O no no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Oh no no Oh no oh 我的爱人呀讓我对你说情话 我的真心 我的真情 问你是否听到吗 好想大声的说 我喜欢你 无论你身在何处 我都要去 就让我牵着你 就让我保护你 自从你出现在我生命里 让我变成了专属的两个塔 让我们回到那一秒 你好不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创作好声音 今天邀请到了创作大来宾呢 刚刚大家在这个串销主持 应该可以见识到他的实力了 欢迎黄玉嫂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玉嫂 也是我的老同学 制作人班的老同学 玉嫂在印象里面 一直都是一个很认真 很全心全意在做音乐的一个孩子 连大家留恋多 不会啦 对对对 那刚刚就跟大家有分享了很多 他在参与一些电视通告的一些经验 我觉得对现在的同学来讲 应该都是很大的收获 希望可以帮助到 对那我觉得很多同学 应该也都认识你 因为现在网路时代 可能就是会喜欢去看手机啊 那又加上有这么多的YouTuber在翻唱 对 那当玉嫂呢 我记得当时你整个爆红 就是你刚好在唱小幸运 然后扮成那个王大陆的样子 对我那时候就是假装自己是王大陆 因为 你真的很像呀 有一次有个故事是这样子 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然后我就滑 那时候Facebook很红 就滑滑Facebook 然后就看到很多人说 诶 你去拍电影哦 我很懵这样子 我刚起床 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那个 我的少女时代那天好像刚上了 对 她说 诶 这蛮像的耶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去看一下 结果看完之后就想说 嗯 当下就想到 既然人家是我像 我就去翻唱她的主题曲 而且你翻唱的时候 那个钟笨头也很像 对 小时候记得我好感动哦 还翻出了制服 对不对 整个就是cosplay 就是cosplay 那个影片真的是大成功 让很多人都是觉得很有意思 对 长得这么像 又这么会唱歌 对 对对对 那是不是从那个影片开始 你又继续 陆续有发了很多cover作品吗 应该是 那你在选这个cover作品的时候 你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吗 嗯 其实因为那一支作品 给我非常大的信心 让我就是觉得说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爱音乐 但当下其实是无头苍蝇 不知道怎么做 嗯 然后之后就因为那首歌 我就知道说 好 那既然这样做可行 我就去做 那我选歌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 第一个就是有话题啦 因为像刚刚那样子 就是有话题 或是说它是 热门中 对 或是最新的 嗯 最新的或是有话题 这两个都是我选歌的一个方向 嗯 因为其实 这样有点 不知道算不算肤浅 其实最表层的那一面 就是希望别人听到我的声音嘛 嗯 所以只能用一个最夯的去 打人家的那个 听觉 就是引起注意 对 因为本来这首歌就已经很吸引人了 没错 嗯 但是有时候在有些歌曲 它可能不是最新的 可是它感动到我 或是它对我有些意义的时候 我就会选择它 所以说 就变成说那些变成是自己的兴趣 嗯 有时候是最新是为了话题 有些歌曲是为了自己 对 但是 反正我觉得重点就是 只要你还是很喜欢它 你就可以去选它 嗯 那在这个cover的过程里面 哪有 有唱过好多好多歌 那 你在这中间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发现到自己特别有喜欢什么样子的曲风 或是从里面得到以后 也许制作专辑的时候的一些选歌的方向有灵感 其实我这个人是很多风格都喜欢我喜欢饶舌 我喜欢摇滚 饶舌真的让我很惊艳 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一面耶 是因为 看了这个好朋友的演唱会邀请你当嘉宾的时候 哦 你的老舌厉害耶 帅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 我还是玩重金属 我头发流到肩膀一下 好难想象哦 现在变成这种抒情男子 对对对 那最后我发现抒情歌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我就 现在的走向 我就选择就是唱抒情歌为主 嗯 那其他的元素也会加到里面 但是就是输情 对因为那也是你其中一部分 对对对对 老不如哪一天你的金属魂又出来作祟 对 发了一张眉头 哈哈哈 很凶这样子 对对对 被老虎合唱团 哈哈哈 老虎合唱团 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刚刚聊到cover歌手的这个部分呢 第二首歌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 这是黄玉潇cover徐佳瑩的作品叫做真的傻 那这首歌是不是也有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受 让你觉得很有共鸣呢 当时可能是因为身在一个情境 就是可能有一些 感情上吗 感情上有情上很多人 哇八卦 这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工作上影响我的心情 我有时候会觉得说自己就是好像拼下去了 可是却没有得到一些收获 然后就是觉得说哇有时候很无力感很重的时候 我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它很touch到我 所以我就选择唱这首歌 嗯嗯嗯 那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分享 这是徐佳瑩的歌曲由黄玉潇呢 来重新诠释 歌名叫做真的傻 等一下第三段周日大家敲完了最新单曲 不拼哦 即将也要跟大家见面了 那我们现在听进一首歌 等一下空中再见咯 追逐眼前不断消失的背影 我住不到的距离 好无保留意 好无保留意 你就值得被珍惜 可我总学不会放弃 我实陈的想一辈子来在你身旁 可是你的步伐快到我已经追不上 倘若是我 倘若是我 我不够好 你幼愁倒逼我 更爱你的人 爱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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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 它走向你添沥沥沥的泪泰 让我寂寞在头里 让我寂寞到头里 用尽全力 喜欢你 别使浓腾爱情 珍惜 祝福你能幸福 我是真的像一辈子来在你身旁 可是你的步伐快到我已经追不上 倘若是我拖累你翱翔 愿从你生命彻底被遗忘 我是真的像独占你不跟谁分享 可是我真的像在爱你暗淡了光芒 感谢是你美好了回忆 你要找到比我更爱你的人 爱你 我喜欢你也喜欢我的几绿 无差会有几厘米 听新闻资讯订阅 Super就像天黑 打成电台 无所不在 创作好声音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来自本周创作大来宾黄玉韶的作品 当然是翻唱徐佳莹的《真的傻》 因为刚刚在第二段的时候有聊到呢 他有很多很多的cover的一些作品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被大家所认识 一个很棒的声音 在空中再次欢迎玉韶 哈喽小时 我是玉韶 我们等好久第三趴终于来了 对这个大重点 对大家都很期待你这样努力那么久 你看电视通告 然后cover这样就跟血汗工厂 罐头工厂 拼了蜜 一直做一直做 然后同时又有直播 又有很多 反正跟音乐有关的事情都冲了 真的 没错没错 对终于要恭喜你 2019年开花结果 来这个新单曲的名称告诉大家吧 今年带来的新歌 这首新歌就叫做《抚平》 对是由我自己持续创作这样子 整个是我的心血啦 就是变成是我的一个 算是我第一个孩子吧 对而且要选出这首歌也是应该是 你自己从你很多的这个创作作品里面挑出来的 所以当时在选出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首歌其实它对我有一些蛮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首先是它的故事 就是我就是在写一个可能是感情或是亲情或是友情 反正就是一个我们人最离不开的就是一个情字嘛 那我觉得我们就所有人与人之间分开之后 有时候有很多的心情 我把它写在那个歌词里面 就是让大家会觉得说 听了可以把自己的故事带进去 对然后就是会有画面 那还有另外一个契机就是 其实本来当时是希望可以写给一个朋友唱 对 那但是因人忌讳下没有唱成 那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本来就是很宝贝 那我就决定把它带回来自己唱 所以这首歌其实是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的一首歌曲 嗯嗯 所以我想能够把它来挑出来当作第一首歌 一定都是很有意义啊 那当然呢 现在也很开心的终于开花结果了 那也办了你们的首发会了对不对 新歌发表会已经办过了 新歌发表会其实就是在我们发行的当天的 隔两天就办了 对刚好是我的生日当天 哦 就算是生日音乐会 当天一定很多认识的朋友来到现场 那当天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粉丝都有到 那我觉得这个音乐会其实蛮疯狂的啦 嗯嗯 我们是在音乐会前的就是 因为我是11月10号生日 是 10月31号我们剩下10天的时候 我们决定说好呢 我们本来发歌 本来想说就这样子就是低调的 不是发歌怎么会低调的 就是默默 就发完之后就尽量的宣传 但是我们本来没有想说要办音乐会 就10天决定要办 然后办了之后就很crazy 不管是票物啊海报啊 各方面的什么的都没通知 那10天这样拼了命把他挤出来 然后最后就是直接河岸满场 我觉得就是我 哇 对啊 我觉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成就啦 很棒耶 也要谢谢我的经纪人小千 然后也要谢谢就是那么多粉丝 他们就是你知道吗 太短了 所有的架都没有排 所有的时间都没有安排好 就说我要办了 你们要来吗 棒 然后满场 我觉得很深啊 对啊 因为10天的时间让你这个空间就满场 其实也表示你真的是魅力满分 真的 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来支持你的一些好朋友们 来真情告白一下 其实真的太多了 那我觉得我就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真的很感谢一路以来支持我的粉丝 我的听众 我的家人们 就是有你们在 然后每次不管在我没有力的时候 你们会鼓励我 在我准备发光发热的时候 你们在前面支持着我 然后我很想说谢谢你们 希望我的表现没有让你们失望 然后我会继续努力变得更好 那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我 谢谢大家 那在首发会的当天有没有出现那种人物或角色 就是你本来不预期他回来 可是他出现让你很感动的这样 有啦其实蛮多的 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说 哇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奇怪这样子 太多了所以我就没办法一个一个讲 但是就是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的热度我的活力又填满 人带风对不对 对然后就唱得很卖力 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心里是很满足的 就是有你们在这样子 对而且呢之后也期待会有很多很多的新作品会陆续的出来 那如果大家想要关注你的一些最新消息的话 可以搜寻什么关键字 现在其实就是我几乎都是在Instagram Facebook还有YouTube三个主要 台湾的话主要平台是在这里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追踪 那我的都跟我的名字一样叫Kerson Huang 这是我的英文名字 可以去搜寻我的社群软体 然后去听我的新歌 或是看我的一些表演的一些通知这样子 都会上架在下面 对对对对 哇那接下来总算要来播这首最重要的歌曲 很紧张很紧张 这首歌在录制的时候自己会有什么很不一样的感觉吗 跟你在录自己的cover 跟录自己的作品 完全不一样 心情上 我突然变成一个很龟毛很龟毛的 是自己配唱自己吗 还是有配唱老师 有配唱 但是我自己就是平常我觉得过关的东西 到自己的歌的时候就都不行都不行 然后录了三四天这样子 重新录了好几次 那因为就希望能够呈现最好 毕竟是单曲 那你觉得有人在帮你配唱的时候 会让你有一些新的想法吗 一定会有 在唱的时候 配唱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别人听到跟你自己听到的不一样 不过我跟配唱老师也吵架了不少次 那是啊 我说我要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才是适合你的 然后我们就有很多的意见交换 可是最后呢还是蹦出一个很棒的火花了 我觉得很棒 我很喜欢 我们现在呢就要来播给大家听了 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黄玉潇在2019年呢最重要的一首代表作 对那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因为我在YouTube刚好有上了一个新歌的歌词版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YouTube搜寻 哦 新歌的歌词版指的是抚平这首歌吗 对对对 因为因为因为就是MV还在酝酿中 对所以说 女主角还在选啦 哈哈哈哈 小时要不要当女主角 啊 可以上半身可以 哈哈哈哈 下半身已经咏肿不行 不堪 太客气了 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 期待一下这歌词版的MV 期待一下小时的演出 哈哈哈哈 OK啊 来啊 对好啦 那我们要来播黄玉潇2019年的最新单曲了 这首抚平 希望听完之后也可以给大家满满的力量 那谢谢玉潇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小时 对 之后每一首单曲都一定要再来哦 一定要一定要 我的荣幸 好谢谢你 拜拜 谢谢拜拜 习惯你轻轻靠肩 难完成睡在身边 让我保护这一切 可这次分离不知道 何时会再相见 你只留下轻轻看着我最后一眼 想抚平抚平抚这伤悲 你不在我身边 我该怎么做弥补这一切 我去走我的地点 与你的回忆一直出现 提醒我爱的是谁 如果我再多努力一遍 能不能守护这十年 过去走我的地点 过去走我的地点 如今都变成回味 回味我们的笑与泪 听说时间会冲淡所有挣扎的思念 如果快乐也会定见 那我宁愿伤悲 想抚平抚伤悲 你不在我身边 我该怎么做弥补这一切 与你的回忆一直出现 提醒我爱的是谁 如果我再多努力一遍 能否守护这十年 但你已经走远 我该怎么面对 来和你携手共住的世界 你的笑容依旧甜美 只是我不是那个谁 我给不起的那真心的祝福 就别多做欺骗 他们说我彼此怨自已 但我从来不后悔 爱了你 爱了你 想抚平抚伤悲 你不在我身边 我该怎么做弥补这一切 与你的回忆一直出现 提醒我爱的是谁 但如果我再多努力 你别能否守护这十年 抚平抚伤悲 我想我能面对 来和你携手共住的世界 你的笑容依旧甜美 就算我不是那个谁 至少你在我的生命中留下 Zither Harp 听信问咨询订阅 我说我话道也是 我把你带不留下 住手共住 我梦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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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我带不走